网东卫视10月26号首播 为了一句承诺 单身女子甘当未婚妈妈 快动人就别回来呗 事态炎凉 人情冷暖 可是你让我怎么承受你的背叛 她将如何度过生命中的冬天 一部女知青的苦难时 银杏飘落 网东卫视10月26号即将热播 你就是那个铁面炎罗 我求求你 二妞 快起来 起来 二妞 王对父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 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炎罗 王大对父 你来得太好了 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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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齐大嫂已经给我讲清楚了 放心吧 那笔黑帐我们肯定会记在高敬斋的头上 真的 齐嫂子 这样我就放心了 头哥 要不是你在高敬斋面前说漏了嘴 方林嫂和兰金 能被鬼子抓走吗 王大对父 这事真的不怪我 我不是有意的 行了 行了 红黑帐红黑帐 赏罚分明 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 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 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 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真的 王大对父你说吧 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我说话算数 表姨父 二牛 我今天来的是想问问您 我那天托您办的事怎么样了 托我办的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啊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 不过您啊 办不办也无关了 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他们 谁 游击队 嗯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 信 表姨父您先看着 我先走了 好 咱啊 还得继续给高顶斋施加压力 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 对 咱就给他来此阳宫 什么声音 好像是羊鸡传过来的 哎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肯定是铁道鸡队啊 攻打高家大院了 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你不能去 你别去 哎 你让开 这是我的指引啊 我见王强了 啊 在哪儿见的 就在咱们家见的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人家王大对付这个人 特别地通情达理啊 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 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 韩贵啊 你真的好好想想 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 你就是不为别的 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有我给他打 打 都给我顶住 顶住 快 你快点啊你 嗯 老爷 管家 沙沟跑了的寒棍 为什么还不来庭园 我也不知道 你个混蛋 撤 快撤 哎 老爷 你听 这枪声吸了不少 快 快快快 二中队呢 二中队呢 马上就上来 快 大队部 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 没有一个人上网行 走了 走 走 快 你看着点 老爷 不用怕了 怎么了 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真的 真的 老爷 来 您坐 大舅夫 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啊 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元算了 就是 这就叫猫戏厚子 让他再活两天吧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阳工 目的是个高景斋 十家压力 好了 这回高景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对啊 老爷 全都准备好了 咱们趁这田娘该动身了 老爷 老爷 非得要躲出去啊 老爷 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 咱这高强深院的他游击队箱打进来 没那么容易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昨天没打进来 今天呢明天呢 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好了 我走的消息要隐秘封锁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明白吗 是 走吧 管家 老爷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 就都交付你了 是 全力给我保护 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是 老爷 我走了 走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 让我这儿真是蓬壁生辉呀 香叶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真是有点惭愧呀 来 来 司令 喝 请 牛班长 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 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 我只恩图报 莫尺不忘 好 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 刘保长 我们家老爷想在这住上一段时间 悄悄的不声不响 别让任何人知道 明白吗 嗯 怎么样 啊 行 行 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 正是我保达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 这是 这是我的福分啊 其实 那张纸啊 全当我没看见 纸 什么纸 您就别问了 知道了以后啊 您准生气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 说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 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 我 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 不行 必须得拿出来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 您老人家来 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你看 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 给死 高司令 您别走啊 您在这儿住下吧 我不怕 哎 高敬斋跑了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 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他 到处躲藏 有这事 哎 那当然了 我前几天啊 在高家大院听说的 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敬斋吗 现在怎么样了 我估计啊 高敬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 哎 你想想 连高敬斋都这样了 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掉后路吗 你说是不是啊 哎 昨天啊 七彩风的老婆 又令我去见了一次王强 他说啊 像你这种情况吧 可以明黑暗红 啥叫明黑暗红啊 哎呀 就是 咱们呢 明着给日本人干事 敷衍鬼子 然后呢 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 说话呀 好了好了 睡觉吧睡觉吧啊 睡什么觉啊 那高敬斋是个大罕见 他干了那么多坏事 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 干了那大破事 我就不信 铁道游击队 他能给我系上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哎呀 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你 老爷 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 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 哎呀 老爷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去去去去去去 老爷 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 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 游击队他不肯来 我也真想不到啊 我高敬斋 他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这帮保护长全都是失联 以前我高敬斋对他们怎么样 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 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 还在我面前装得人吗狗样呢 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 什么东西啊 老爷 别生气 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给我记好了 哎 你来看这几个人 哎 不对 这几个人行进可疑 他们跟他临城来了 不好 自己不可救流 赶快走 快走 快走 报告队长 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 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 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不够了 勾进队 贪生怕死 临阵逃跑 队长 请您放心 他再也跑不掉了 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不 让他跑 让他回去 回到他的岗位 去和飞虎队战斗 是 等一下 你们俩去告诉他 这是我的命令 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 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 发现他们去济南 马上抓回来 是 本剧场由中国五百强广州恒大集团特别赞助播出 飘影新华系列 苹果加蜜猴桃去蟹 木瓜加橄榄滋润 鲜成加柠檬控油 飘影新华 可以 飘影新华VC精华洗发录 有飘影更自信 户铜 哈药六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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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哇 飘饮鲜果精华系列 加倍滋润秀发 还能散发芬芳的果香呢 果香舞动 心情飞扬 飘饮鲜果VC精华洗发录 有飘饮更自信 抗病毒 治感冒 无态感康 值得信赖 国家棉检 蜡方水润去泻洗发录 快速清除头屑 同时保持绣发丝丝润泽 没有头屑 绣发更加水润动人 蜡方水润去泻洗发录 去泻柔顺 持久滋润 爱生活 爱拉方 互同 哈药六场 哈药六盘盖家庭 哈药六盘盖家庭 好迪 好迪这里水 好迪真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广州好迪 广东电视周报 家庭的报 金威2005国际超模大赛 由绿色食品金威提酒 特别赞助 哈药六盘盖家庭 盖心同补增强吸收 这盖家庭啊 补两样 只花一样钱 哈药六盘盖家庭 哈药六场生产 互同 哈药六场 拉起吸来 肚子里就乱了套 林峰排位长营 腺位止血 有一套 So for me right 林峰排位长营 林峰药液 盛风风胶 和牙齿有关系吗 盛风风胶护营牙膏 含天然风胶 权威机构认证 有效预防牙营问题 盛风风胶护营牙膏 盛风好牙病少 拉帮出品优质保证 红酒的经典 法国 咖啡的经典 哥伦比亚 板蓝根的经典 中国白云山 抗病毒 方溜干 白云山排板蓝根颗粒 中国知名商标 地花之秀提醒你 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玉莉隐形粉底 粉粒止血缘有二十分之一 谁都看不出 我擦了粉 隐形粉底 好粉底 玉莉隐形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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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亮色 让我白得出色 亮色 白得出色 雅芊出品 广东省和园桂山国家级森林公园4A风景区 真理水有营养 头发更健康 启梦真理水 有营养的启梦真理水 我的启梦 甜妻 甜妻 中药牙膏选甜妻 甜妻特效中药牙膏 澳气力 亮珠新生代 人见人爱 亮妆珍珠活性洗发露 多60%珍珠营养精华 亮亮的 滑滑的 就是亮妆 人靠衣装 每靠亮妆 你们干什么呢 这屋的人呢 刚才还在呢 跑了 走 给我去火车站 走 哥几个 听说了吗 这铁道游戏队有本红黑账 这谁不知道啊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铁道游戏队找高净齿算账 那高净齿下的现在到处躲呢 躲 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坏事干多了 必有报应 古话说了嘛 多行不义 必自毙呀 哥几个 你们知道吗 铁道游戏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谁啊 铁道游戏队副大队长王强 号称铁面阎罗 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 叫做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王强来说话 这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 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舒服了 死期就到了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可不 你们在说啥呢 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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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不说了 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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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 哪有什么红黑账啊 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 怎么着 你们几个怎么了 怎么不说了 刚才我听说 怎么着 说我韩贵黑点够舒了 把账本拿给我看看 拿给我看看 我告诉你们 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今后谁敢动摇军心 老子就逼了他 韩排长 韩国人 这是我带来的 他们是谁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罪长王朝 不是 不许到 别开枪 别开枪 韩排长 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韩国人 你别动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 韩排长 你让我咋说你呢 就下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 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 蹦的不了几天了 他们现在是固头不固定 慌了神了 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 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 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 三天两天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 是不是 坐坐坐 这话说回来了 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 比如说高净斋 他是持了皮霜再上吊 必死无疑 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 都是有账可查的嘛 韩排长 我听说 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没有没有啊 别急别急 咱对对仗啊 好 韩贵 沙沟炮楼伪军排长 第一个黑点 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初九 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 你带兵狼抗 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 有这事吧 有这事 第二个黑点啊 七月初三 我铁道游一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 你开火阻截 造成我方一死一伤 这没错吧 没错 第三个黑点 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初八 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 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 说成是铁道游一队的探子 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临城 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 我们都记得呢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 我过去是干过一些 伤天害理的事情 从你们一进来 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 王副大队长 我救救你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让让 赶紧起来 起来 起来 起来坐哪儿 韩队长 误会了 你凭人家把话说完吗 别瞎猜 你的五个黑点 现在够数了 啊 什么 五个黑点 紧张 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红点 你家媳妇二妞 帮我们办会见好事 九月十八 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 交到了高净斋的手中 我们把这个红点 记在了你的账上 五个黑点 就变成了四个黑点 这叫以红冲黑 以红冲黑 对 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 你要是立了大功 那就是一个大红点 可以抹掉三个黑点 你可要听清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老爷 临城不让呆 济南也不准去 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 这不是逼着老爷 去往铁道UG队的枪口上撞吗 老爷 您为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 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 行了 行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 是祸夺过去呀 正死由命吧 要不然咱们先回家 老爷 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 游击队早盯上了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老爷 我有个主意 主意 有一个地方 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 又不离开老爷的房区 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去哪儿 沙溝炮楼 老爷对韩班长有救命之恩 他肯定收留 好 对 沙溝炮楼 沙溝炮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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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姨父 您尽管住下来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您老的安全问题啊 我给您打保票了 哦 这沙溝炮楼啊 是恶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 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 黄军的铁甲巡逻车 马上就会开过来了 有机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溝炮楼 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 结果咋样 表姨父 您是知道的 知道知道 哎呀 要不然黄军怎么会嘉奖你呢 看来我向宋伟泰军举荐你 那是举荐对了 表姨父 没有您老 就没有我寒棍的今天 我寒棍啊 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 来 表姨父 敬您一杯 韩排长 种义气 好样的 来 我们借花献符 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来 喝 怎么了 说话呀 到底出什么事了 高净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那赶快向宋企队去报告啊 我是不忍心的 高净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哎呀 韩棍啊 你怎么那么傻呀 他当初救你 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买命吗 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道黑 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哪 前几天 王大队府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 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 难道你都忘了 哎 我跟你说韩棍啊 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 知不知道 五饼 五饼不要 哎 糊了 哎呦 老爷今天手机真好 啊 我表姨不带手机就是好啊 哎 可不是嘛 现在是冯兄化吉福星高照啊 吉人自有天下 对 高净斋 我今天走卖城 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 好啊 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 让他们来吧 我高净斋就在这儿 高司令 别动 人有头战有主 我们今天就找高净斋 高净斋 冯家路窄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 末日大午了 末日大午了 这些日门鬼子搞住了 谢淑海书长 他说 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冠车 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 孟冠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明天上午 九点三十分 好 好 哈药六牌盖家鑫 盖鑫铜补增强吸收 这盖家鑫补两样只花一样钱 哈药六牌盖家鑫 哈药六厂生产 智创 有法治 没法治 有法治 用智创片 风驰天下 大运摩托 甜妻 中药牙膏选甜妻 甜妻特效中药牙膏 看前面的帅哥 清爽帅气 看帅哥的发型 清新有形 飘影清新这里水 清新自然 有飘影 飘着性 广东省和园桂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震撼心灵的休闲圣地 交通便利 独居特色的客家民居别墅 自有浓郁地方风味的客家美食 盛情邀请您的到来 头发有问题 就像这棵树 霸王防脱 头发不再脱 霸王防脱洗发液 中药世家霸王 十二小时对抗感冒 新康泰克做得到 现在 击退感冒引起的发烧 家族新成员 康泰克清同样有效 感冒发烧别担心 认准商标 康泰克清 靠近我 让你看得够 法莱雅强效去蟹洗发路 美丽见证 法莱雅 法莱雅 互同 哈药六场 全新拉方柔顺护理洗发路 以先进柔顺护发科技 带来完美柔顺秀发 柔顺秀发 美好心情 全新拉方柔顺护理系列 十二小时对抗感冒 新康泰克做得到 现在 击退感冒引起的发烧 家族新成员 康泰克清同样有效 感冒发烧别担心 认准商标 康泰克清 至咳嗽分两步 买克迪 嚼克迪 嚼克迪 克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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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嚼克迪 克迪止咳 嚼着吃 值得试试 尤其是头发 我是不能忍受一点点的头蟹的 地花之秀特效去蟹洗发路 去除头蟹保持柔润 去蟹升级无蟹可击 地花之秀特效去蟹洗发路 中国驰名商标 马上停车 好 同志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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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mework 走 撤 快撤 快撤 快快 撤 撤 鐵妹們 鐵大運作隊來救咱們了 打不開滾就拼了 打不開滾就拼了 别动 别动 我们一起死 别动 我拉闪了 来吧 走 到 要不去 就方凌草和拦制他们 击前下午 打 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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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子 蓝铃 你没事吧 没事 蓝铃 走 走 亮子 师叔 快点蓝铃让他们下车 小心 走 亮子哥 快跳车 撤 快 蓝铃 快跳车 快 快点 快 快跳啊 伤口 亮子哥 蓝铃 breeds 亮子ά 快走 快走 亮子ā 蓝铃 六子 六子 六子哥 六子哥 你们不要怕 快 把城门打开 六子 六子 安静儿 六子 六子兄弟 红哥 红哥 嫂子还在车上呢 安静儿 你照顾我和六子 六子哥 六子哥 师父的仇 爆了 六子哥 蓝女 别忘了 你成亲的时候 到我的坟上 告 告诉我 你 神 六子 师兄 牛子 梁子 蓝女儿 妹子 就 就 就 给 你了 快点跳下去 五哥 我不敢跳 会摔死的 牛在车上硬死你 快跳吧 快跳 快 快 破裂头 破裂头 大虹 破裂头 快跳 快 快跳啊 快跳 张四亮 急着通知我们赶来 到底有啥任务 看吧 你可急的 真是个急性子 对了 忘了给你们介绍 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 中央警卫团的高练长 中央警卫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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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好 高练长 这次来到鲁南军区 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当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 过几天 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 有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卜铁路 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统治 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 但这一次不同 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 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他的代号为林浩首长 林浩首首长 刘洪领政 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 不得出一丝一毫的查错 是 请张司令放心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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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把握的过路对点就是这儿 沙沟炮楼 京卜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 行动不便 唯独沙沟炮楼这儿 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差 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 快速地通过京卜铁路 这是其一 其二 沙沟炮楼的韩排长 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 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我同意 我也同意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好 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 还带了一个派 合起来我们就有一百多号人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 林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 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 然后护送过京卜铁路 过了铁路之后直查东南 在预定的地点 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 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 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老虎 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对 好 好 政委 我是这样想的 陆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 陆东你带长江队负责 王强 你带领机枪队 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 亲自坐镇沙口暴龙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行 好 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 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 要仔细地侦查 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好 都干什么呢 下来 来 李正 王副大队长来看完大家了 弟兄们 辛苦 辛苦 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 来看看大家 一点东西不成敬意 谢谢王副大队长 谢谢啊 谢谢王副大队长 不客气 赶快收下 好好 来 你们两个抬出去 是 好 你们两个上去 注意警戒啊 是 唐白长 过两天 我们有人要过铁路 得用一下炮楼啊 王副大队长 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 没问题 尽管过 我韩贵 愿为抗日极尽全力 毕恭赎罪啊 好好好 到了那天啊 你们过路的时候 我们问口令 你们只需说一个帖子就可以了 哦 一个帖子 抽一支 抽一支 王副大队长 王副大队长 我让兄弟弄两个菜 咱两个喝两粥 好 你就尝我吧 我也想 可功务在身身不由己 改天再说 改天啊 改天 一定 爱的背后 要经历 怎样的磨难 和波折 谁才是我的亲人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好好活着 苦海之中的征扎 唱响一曲最凄美的爱情碑歌 就想人生在最完美最和谐的时候羡慕 银杏飘落 网东卫视10月26号即将热播 刘大队长 您好 您好高连长 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怎么就这几个人哪 过过铁路 还用多少人 简直胡闹 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 进察济军区 派了一个旅 才跟我们打开了通道 高连长 这是金浦铁路 不是平汉铁路 那也不行 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你来这儿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当然是听你的 听我的 那你就给我闭嘴 高连长 高连长 别误会 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 七八十号人 全部都集中起来了 已经布置好了 您就放心吧 高连长 我和我们政委 是提着脑袋 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 你不用担心 请你通知零号首长 让他放心地过路 让他放心地过路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 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 胡福同志 首长好 首长好 同志们好 首长 下面的路程有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铁道游击队 可是了不起啊 铁道游击队 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 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哪 毛主席 毛主席 大队长 可以出发了吗 可以 小波 同志一中队 坐好经营准备 是 同志们辛苦了 好 叔长 走吧 弟兄们 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 弟兄妹辛苦了 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 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支会班 给救各位 好 你们下去 上去两个 注意警戒 来 王副大队长 今晚的事可以给我寄个红点了吧 上一回沙高净斋给你寄了个红点 今儿晚上我准备给你寄个大红点 谢谢 谢谢 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 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别问 是是是 大队长 都准备好了 可以过铁路了 好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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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队长 大队长 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赶快迎闭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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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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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不好 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韩官 别紧张 等会儿看我的眼策形势 好 我在下边先应付一下 去吧 丁叔叔 走 太军星库 太军星库 没事 这只是柜子的例行检查 我告诉你 今晚零号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 我先逼了你 把枪放下来 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 这样的情况 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你可以放心 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件 太军 慢点 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报告太军 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 没有再出现过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报告太军 一层六个一共十八个 报告太军 王班长刚刚下课休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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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阎阵一带不敢松懈 好 你做得很好 为皇军下劳 是 定位 准备行动 是 是 注意 考虑 铁 探头 高连长 你不用担心 炮楼上的朋友 再可首长开腾照路 放开 快 放开 首长 请吧 朋友 一路走好 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罗长 昨天印李让你受惊了 没事没事 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 了不起呀 去年陈毅回燕 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 百文不如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呀 鬼子费尽心机休息的炮楼 成了我们的据点 你们对伪军的工作 也做得非常出色 谢谢首长表扬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 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 忘了 一号首长 对 他就是陈毅军长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对了 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 今天就送给你们了 同志们 再见了 首长保重 首长一路平安 朕有你的 大队长 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哪能呢 好 再见 保重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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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盹 横月七百江怀里 豫山胡涩未征图 鲁南风影撮额肾 残月扁舟入化图 哎呀 真是一首好诗啊 真是一首好诗啊 真没想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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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快撤 好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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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 气死我了 鬼子的军令 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 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 火力猛得很 你想接近 门都没有 依我看 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 扒他一段铁路 阻止小鬼子的军令难下 不不不 这样不行 你想想看 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 如果扒了铁路 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 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 这样 小鬼子军令照样难下 最好啊 能有一个啥办法 让鬼子的军令翻车 造成那金浦县瘫痪 啥办法呢 有了 你说 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 还能让他军令准翻 卖啥关子 快说 快说 咱事先把铁轨上的稻钉拔掉一部分 铁甲车轻了 他就过去了 军令准了 军令准了 他倒是煮饭 这个办法行 这倒是个好办法 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 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 减少了咱们的伤亡 坤想得出来 好好好 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令 咱就可以试试的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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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父呢 大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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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是准时开的 怎么了 两个 这弟兄们加班一会儿就行了 好 快去吧 兄弟们快 火车快开出来了 快 来来来 使劲 快 这就行了 知道吧 这就行了 行了 都弄好了 这帝有本事吧 撤 快点啊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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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 IP 快撤 了 快飞 快撤 AM 国特 王强 大队长和彭良都结婚了 我啥时候给你张了婚事 我说过了 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 我再找也不迟 不过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 不管将来谁有孩子 都要叫我叫干爹 我这早答应了 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都得答应 政委 大队傅 迎亲的队我都准备好了 赶快去吧 大队长都急了 政委 那我去了 你在这儿盯着 好嘞 小心点 娘 您这是咋的了 没事 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对磨难 总算圆圆满满了 娘在这世上也就无浅无寡了 娘 抗战就快胜利了 小鬼子又快被我们赶跑了 您就阴影浪浪的活着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走 我都跟老红说了 一上微山岛 我们安顿好了 就把您接过去 行 行 好了 漂亮 时候不早了 去见拦队吧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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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队长 不好了 新娘不知跑到哪去了 快去找 我们到处找了 没找到 就是 政委 我去看看 我知道他在哪 早点回来 别误会拜堂 好 好 都把他在哪里 他可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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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请阁下训事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 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 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 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 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 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对 所以在国民党的说明命令到来之前 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 同时要迫使临早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 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 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 消灭警备团的任务 由1150的老六团来完成 为了减少伤亡 在进攻之前 必须要让临早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 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 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 日本人又要熟悉他 你们看派谁去何事 张司令 张司令 派我去吧 张司令 我和林空同志一块去 张司令 让我去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 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 既不能带警卫员 也不能带武器 张司令 还是让我去吧 政委 王强 你们俩都别争了 张司令 就派我去吧 老红啊 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你看你 这又要走了 也不让你带枪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 就再也不用担心受怕了 这又来了 你放心吧 这一次 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 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 不会出事了 谈判谈判 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 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敬斋的谈判吗 你就是不信我的 结果怎么样 上一次是上一次 可现在不同了 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 小鬼子不敢 你这人啊 那些小鬼子全和疯狗一样 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我真担心 我怕你一去 别担心 我不会出事的 有你保佑我 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好 照顾好自己 我在临城等着你 小林阁下 我们可是老对手了 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 现在终于见面了 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 不知小林阁下 小林阁下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我们在等待命令 命令 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阿姨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我不何时何地 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 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 请额下欲语谅解 那好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 马上就要向美军的警卫团发起攻击 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 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中立 对 中立 在战斗打响以后 你们不能增援伪军 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屁股之下 干了很多的坏事 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 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可是 怎么 小林阁下 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 你应该明白 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中日战争已经结束 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 如果你们想打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不不 阁下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好 那我就在这等 爱的背后 要经历怎样的磨难里波折 谁才是我的亲人 你答应我好好活着 苦海之中的挣扎 唱响一曲最凄美的爱情杯歌 就像人生在最完美最和谐的时候羡慕 银杏飘落 网东卫视今晚热播 将军 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 有答复了吗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 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 要求我军不能做事临城警卫团 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 要我们协同防务 将军 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胡说 是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 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 中日战争已经结束 我再签署命令 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 这不是公开受人把柄 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 将军 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没有答复 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 随他们去吧 将军 我明白了 你过来 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小林阁下 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根本就没有诚意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 你们有没有命令 同意不同意中立 战斗都将准时打下 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 也给了你们机会 如果你们一意孤心 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 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请等一下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 阁下 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当然可以 只要你们严守中立 不增援 不庇护伪军 我可以保证 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 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好吧 我 同意 那就请下命令吧 命令各布 严守中立 原地不防 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张司令 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 日军通知我方 保证保持中立 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 立即开展宣传攻势 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 我们就进攻 是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小林阁下 那我就告辞了 等等 你们要干什么 大队长阁下 请不要误会 你不是承诺过 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对 我说过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小林阁下 我既没有带枪 也没有带警卫 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 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不 大队长 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 你必须留下来做认知 是 表队长 请吃饭吧 好 等等 是 你是哪儿的人 我是济南人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 做一个中国人 我应该劝你几句 你看见没有 抗战已经胜利了 战争已经结束 小鬼子投降了 你该干点啥 你考虑了没有 我 小鬼子要回家了 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 给他们当汉奸吗 做一个中国人 你应该有良心 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大队长 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 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只要你不当汉奸 能为国人做点事 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大队长 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那你实话告诉我 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怎么回事 你去把小练和宋伟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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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下去 你去把小练和宋伟叫去 小练和宋伟 你们背信弃义 不遵守诺言 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抗议 刘洪大队长 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 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宋伟先生 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 这就是事实真相 刘洪大队长 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 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宋伟先生 我问你 你为什么允许伟军进入你的防区 怎么回事 小练先生 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后车室去看看 有这个必要吗 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相信不相信 只有去了 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走 走 好者是 毕书满 这就是废虎队大队长刘虎 行吗 大队阁下 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 是在你们严守之下